一開始那個肚子我真的不懂 我為什麼會讓自己這樣的方式 然後左邊也沒有故意駝背 因為本身就蠻駝背的 但因為後來有在健身房重訓 所以體態好了很多 嗨!歡迎回到福爾斯體 今天應該是一集很多想減肥的人敲網而生出來的一支影片 我原本自己是打算運動三個月之後再來分享 但因為減肥的成效蠻大的 所以就上來跟大家分享囉 那以下分享不代表每個人都使用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適合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參考看看囉 先說一下我從2019年的1月13號開始減肥 那那時候晚上量體重是66.7公斤 那今天早上量體重是62.3公斤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這一個月的減肥前後小差別 一開始那個肚子我真的不懂 我為什麼會讓自己這樣的方式 然後左邊也沒有故意駝背 因為本身就蠻駝背的 但因為後來有在健身房重訓 所以體態好了很多 那我自己本身的減肥技巧有五個 第一個呢就是少吃碳水化合物 我減肥前的食量可以說是10怪級來著 我晚餐都是這種大小的白飯喔 而且是兩碗然後再加上兩碗菜 然後我會吃很多菜很多肉 那吃完了這些之後我又會再吃一包養育片 然後再配汽水或者是配奶茶 所以我那個油度到底是怎麼來的 相信大家也應該知道了 那我開始減肥之後呢 那我會吃2 3碗的白飯 然後也是一樣肉跟菜也都會吃很多 那第二個就是設定目標 那我覺得有目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而且你有一個目標你就有往前衝 往前去執行的一個動力 舉例來說像我自己我就有想要達成的體態 所以我就會有目標 要設定一個你可以達成到的 而不是說我這一個禮拜 我就是要馬上瘦到3公斤 我覺得這是一種不太健康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短期間內達到你想要的目標 這可能都是對身體來說是一些負擔 或是假如說你有喜歡某一個明星 或是網紅的身材 你想要達到他們的目標的話 你也就是可以把它當作成你的動力來源 第三點就是穿上牛仔褲 繫上皮帶 如果你跟我一樣非常愛吃的話 我真的覺得這招非常有效啊 因為我每天一早就是先穿上我牛仔褲 然後再繫上皮帶 就是勒住自己的小腹那裡 然後又覺得有一點微縮小腹的感覺 這時候你就會一整天可能都保持著 深呼吸挺胸然後縮小腹的狀態 它可以讓你大大的降低你的食慾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非常的有效 第四個呢 那就是多喝水 如果你很愛喝飲料的話 我覺得這招也非常的有效 像我自己一天都喝大概2800毫升 我都大概喝4瓶這一杯 因為又加上我在運動 所以我喝這些水量我覺得是算足夠的 那有時候會喝到5瓶不整 那每個人每天也都有適合自己 體重的水好升量要去喝 那我也會放連結到下面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 你一天大概要喝多少水 那第五個呢就是運動了 那其實我一開始運動真的是意想天開 我就是想要只靠少吃然後不運動來達到減肥 我真的覺得這對我來說根本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就是那麼愛吃 然後又叫我把平常那些該吃的而不去吃 我覺得根本就是隔膜 那如果你吃的對又加上適當的運動的話 對減肥來說可以說是最有效的方法 那我本身自己一個禮拜的運動量大概在4到5天 然後一次運動的時間大概在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以內 那我一開始第一個禮拜運動的時候 我都是在家裡做一些核心做棒式啊 然後還有做一些腿部的運動 那有時候也會做一些啞鈴的手部運動 又或者是看影片跳油養 有時候又會再去家裡外面的國小操場 跑20分鐘的步 那我都是跑一圈快一圈滿 這樣的循環下去的間歇運動 每次做那個間歇運動 我都覺得自己快要步行都快要升天的那種爆累 但是每次做完又覺得哇心情變得超舒暢超好的 那後來第二個禮拜呢 我就開始報名了健身房 所以我會在一開始進健身房之後 我會先做10分鐘的熱身 然後接下來就是40分鐘到一個小時的重序 有時候我會做腿部加手或是手加背或是肩膀加腿 我會每次都是做不同的兩種搭配 如果有體力的話會再去做20分鐘的跑步 那同樣也是間歇式的跑步 就是快慢快慢這樣 好那以上就是我減肥小技巧的分享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在下面幫我按讚喔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是你有想給我鼓勵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也不要忘記訂閱我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最後啦我要來分享一段話就是 我都做得到了你絕對也可以做得到 好那我們就要下次再見囉掰掰